大胖小胖 爸爸其实为你们想了很多 不仅仅是在生活中照顾你们 还为你们未来铺好的路 小冬肯定也是感触很明显 因为女儿慢慢长大了 她会迎接很多属于女性 需要到来的那个时期了 对吗 在照顾她俩的时候 有很多特别的干渣的时候 因为她呢 在生理期的时候啊 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是已经就是准备 觉得心理准备 都非常的到位 当时真的要是面对的时候 手忙脚乱了 记得当时在为她俩 准备一些卫生巾的时候 去超市里边 因为卫生巾真的太多了 当时我不知道 真的该选哪个 我基本上都看了说明 基本都差不多 就是你一个大老爷们 在超市里的那个卫生巾柜台前面 挨个看上面的说明是吗 对 当时因为那卫生巾那个区域啊 它没有收获源 不是你可拉倒吧 有售会员 你好意思问哪 这个 你去想 你怎么问 你去想 这个我会问 但是因为她没有 所以说找不着人嘛 后来呢 因为旁边也有很多女性 在买这些东西 但是当时特别是 撂不下脸的 然后去问她们 后来实在是时间太久了 我要着急回家嘛 没办法 找了一个 说是稍微年长那些的 我就跟她说 我有两个女儿 今年13岁了 她们那个青春期刚来 我说用什么卫生巾比较好 这位女士呢 直到陆星出来给买 她就很耐心地帮我介绍 我看她特别耐心 特别有爱心的介绍 我也反而不觉得尴尬了 其实我在我最尴尬的时候 是给她俩买修衣的时候 是最尴尬的 因为女儿的东西 我希望是我能看得见 摸得见的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我需要去实体店去买 买呢 因为有的时候啊 尺寸啊什么的 都得拿看一看的 然后有的时候甚至还 试试那个柔软度啊 舒适度啊 放在脸上贴一下 所以这就给别人一种 一种怀疑的态度 我估计她给我的两个就是变态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买回去我女儿 她穿得舒服 这是我需要的 小冬真是太不容易了 对